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 那我是徐秋风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冰块 那今儿呢就是这台全新设计的天籁的拆车现场了 那的确前两天跟着冰块玩车爱车和思想时候也跟大家去聊了 就是说的确呢从外观也好 还从内饰也好 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这个沙发的这个输入的程度呢的确又高了一层楼 那实际上也跟大家去聊了 就说怎么说呢 在这种起步的感觉也好 还是在操控的这种一些细致的方面呢 的确是要比上一代的要好一些 当时也是有一个疑问啊 说这个所谓全新的天籁呢 是不是全新换代的产品呢 好 那今天呢就是到了跟大家去揭晓这个话题的时候了 好的 先跟着冰块看看这辆车前后防热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还是老规矩 再说前往防热梁之前呢先跟大家去浏览一下发动机舱里面那点事儿啊 首先呢 这辆车是有液压停杆的 液压停杆的在两侧 然后呢是一个单锁扣的形式 因为双枣扣是好花舌一般才用双枣扣嘛 好 我们还是回到发动机舱本身 当然先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有液的位置 首先这边是它的膨胀壶 也是防冻液的位置 但是通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过来看看看看看 哎 又找到了这个单向阀 单向阀呢已经说过一万遍了 就不想再重复了 就是真的 现在是可以说新设计的车型都不再用单向阀了 那对于这个说 为什么还用单向阀吗 难道它没有改变吗 我们之后再慢慢的去剖析啊 是让我们在这一块 哎 并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所谓的进化或者进步 那这边呢是刚才说的是膨胀壶 然后它的玻璃水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灰颜色的盖 这个离得比较近啊 小伙伴们不要去弄混 然后呢我们回到发动机这块吧 这块呢是它的发动机上面的一个盖啊 后面有相应的吸引棉 还是会有一个进步啊 因为上一代是没有的 好 那说发动机本身吧 这个呢 稍微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吧 它的这台发动机从它的型号来说呢 是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之前拆带的天类呢 是一模一样的 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的变化 那在功率这一块呢 这一代呢是拖了7000瓦 那这一代呢是117千瓦 上一代呢是110千瓦 那在扭矩这一块呢 这一台呢是208牛米 比上一代呢是增加了13个啊 上一代呢是195 当然呢 可能小伙伴们可能关注最多的啊 是这台2.0T叫做可变压缩笔的发动机 我这呢也是占用大家眼时间呢 简单的唠叨一下 当时我网上资料还是很多的 首先说呢 还是说啊 说我们的确是没有买到2.0T的那一款 至少我们买的时候呢 这个还没有到电 当时我以后呢 一定时间呢 一定会跟大家去补足这一刻 那我也是从这种技术层面上呢 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首先呢 那台可变压缩笔的2.0T发动机呢 并不是最先应用到这台天籁上的 其实在最早是2017年的时候呢 在QX50上面就最早先应用了 而可变压缩笔呢 它也是通过一个电磁缓的形式 推动驱动轴进行了一个杠杆的原理 导致曲轴的这个角度呢 有一点点的变化 而导致了整个压缩笔的变化 而它的压缩笔呢 是从8比1到14比1 当然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那条车呢 毕竟我们没有开 所以说呢 只能说通过这个 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 但是呢 据说第一次用在QX50上面 这台2.0T可变压缩笔的发动机呢 这个油耗是巨高的 是什么吧 据说油耗是巨高的 当然我们之后呢 有机会一定会跟大家再去测一下 行 就是发动机的事呢 跟大家去简单说这么多 至少我们这台2.0自吸的发动机 除了功率和马力上面 脚上一代有一点点增加之外呢 剩下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好 那我们再往这边看呢 这边是它的电瓶 那它的电瓶呢 写的是雷诺日产 然后因为这台车是支支启停 所以说这边是启停电池 是一个敏为护的啊 然后呢还是给装了一个秋衣秋裤 行吧 那其他的呢 发动机舱里面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了 这块的隔音棉也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一块后面的隔热呢 也是一块比较大的棉 并没有看见相应的铝瓦 跟上一代的天籁有一点点不同 是这一块位置啊 这一块位置呢 里面是三个机电器 之前呢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给挪到这块位置了 然后发动机呢 同样呢 还是一个反制式发动机 吸系在前排气在后 那其他的呢 的确我们并没有找到更多的变化 行吧 那发动机舱呢 就跟大家去说到这儿 行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辆车前后的杠皮拆下来 看看这辆车的前后方向量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已经前后的杠皮都拆下来了 当然呢 还是老规矩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 大平话会给大家讲解 拆下来的一个方式是如何的 简单说呢 这个坑呢也有 尤其是在后嘛 好 那么还是呢 老规矩啊 先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刚才量得的一些数值 那首先呢 看到啊 它前面是没有行人把握泡沫的 而它是用了一个塑料的 这样一个东西去代替 那上一代呢 也是这种塑料的 它的确呢 是有点外形是不一样 但是材质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还是回到 整个的防撞梁本身 那这个呢 也是看到了 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铝合金的防撞梁 上一代也是啊 因为毕竟天类也好 还是这个 我现在叫做阿奇马也好 都是美版的 其实以美版为主 但是说呢 具体它们的这个带的关系 我们明天底盘的时候呢 和大家去聊到更多一些 这一代的防撞梁呢 它的厚度呢 是4.28 4.28 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那侧面的看到呢 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日子型 新能盒也是有的 但它的新能盒呢 是一个普通的钢的材质 那它的长度呢 是135.58 那五分满分 得到了五分 这一块呢 的确跟上一代的天类 它的形状呢 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长方形 因为我们之前拆过那么多车啊 就是西能盒 如果说它做成方形的话 它是会接近于正方形的 这种形式啊 当时呢 我们也是看见过 那种叫做双西能盒的形式 当我们也是那部商讨了一下 就是这种形式 不能够称为双西能盒 但是可能小伙伴会问啊 它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防撞梁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当然以至于它的纵梁这块呢 其实也比较宽的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把它西能盒 做成一个长方形的话 因为长方形对于西能盒来说 铜树膜结构这块说 它是一个最不利于溃缩的 这样一个结构 而两个西能盒呢 的确这种成本又会更高一些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啊 它的西能盒 这个钢材是相对然是比较薄的 也就是说它只能够用这种方式 来去增加它西能盒相应的一个强度 因为第一呢它是比较高 第二呢它的这个材质呢 相对而言是比较薄 好简单说呢 这个西能盒呢跟上一代是一样的啊 当时呢数据是有些不一样的 具体怎么不一样 我们最后评分时候再跟大家去聊 那它的防撞梁呢 它的长度是116 它的轮宽呢是182 占比呢是63.74% 五分满分只得到了一分 大家可以看啊 这边完全都是暴露在外面了 完全都是暴露在外面了 所以说呢 这个车的偏切碰撞啊 相对而言是比较吃亏的 当然说这个吃亏呢 并不是说侧面碰撞会差 只能说我们在日常驾驶中 比如说我开开车 哟一个东西 一朵 砰把这边撞了 已经修车会更贵一些 如果说这边有坚硬的防烦梁 去保护的话呢 对于悬挂这块保护会更好一些 指这个区别 当时呢我们最后的对于这个车的安全程度 坏与否 我们还是要去看 相应的公平的碰撞测试啊 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呢不要去觉得 哎呀说是厚的 什么旅行性的防烦梁 这车就一定特别安全 或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不是绝对的 最后一定要看碰撞结果 我们说的防烦梁也好 包括说距离也好等等等等 都是跟大家去展示这个车 它的材料是什么 包括说这个车厂 对它的这个车的这种造车的态度是什么 以至于在低速碰撞里面 我们能够推测这个车 它的这种所谓维修的成本是高或者是低 好那我们刚才说的防烦梁 我们还有一个数值呢 就是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 那这个车的距离呢 是113.11 那也是拿到了一个五分 这一块呢 还是跟上一代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大家看到啊 这一个有一个单独的小的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 如果你从它的管线往后找的话 哎你会发现这个散热器呢 其实是给变速相用的 而上一代呢 也是有这一个单独散热器的 但是上一代的散热器是在下面 但是这个不同的是 大家看到啊 下面这辆车多了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山 上一代没有 这一代是有的 我们这个主动式进气格山 也跟大家去聊过啊 因为这辆车呢 还是以美版为主 而且我们发现的确在美国 很多的车都是在主动式进气格山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去分享过啊 就是因为国外这种路跨 跟这个国内 包括说北京啊 真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人家真的几公里 出门就直接就高速了 所以说呢 除非这种热车的 这种时间比较短啊 当时呢 主动式进气格山 对于我们小伙伴来说 最直接的就是 你的冬天热车的时间会变短 当时呢 对于日常而言呢 它的CVT变动向的 的确也有一个诟病啊 就是冬天的冷保护 包括说你连续爬泡的这种热保护呢 也是大家一直在吐槽的地儿 所以说呢 主动式进气格山呢 的确会提供一些更好的升温的这种方式吧 好 那么还是看本事啊 主动式进气格山 然后这边呢是单独的变层箱的三十七 好那前边的 关于树这一块呢 基本上就聊到这了 那么还是跟大家去聊点 别的东西啊 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聊了 基本上 可以说跟上一代相比呢 大致啊 大致都是相同的 的确又不同地儿 主动式进气格山不一样 这个三十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而其他的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 我们从目测的这个样式来看是一样的 以至于呢这一个铁的这一根横梁 这一根横梁 因为它的水箱架 这一块是塑料的 这一块是塑料 但是前面呢 还是有一个横杠 我还是会认为这一块对于整个的这个保护还是会有作用的 还是的话 我不能当这块是空气 你说有这么一个横梁 我不能说哎呦这横梁没用啊 就不可能这么说 赌门还是从目测来看 这个金属横梁 它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去保护水箱架后面这一块 而除此之外 剩下的东西都是和上一代是一样的 好那前面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么现在呢去后面看看摄像摄 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那么现在来到后面啊 然后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首先说行人保护泡沫是有的 就是我手上这一根啊 但是这一根呢 我们刚才把后面车拆了的时候呢也是特别惊讶 说这个你说它是为泡沫吧 它的确也是泡沫 它上面写的是PP的材质 但是你看了没有 真的是太硬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能打死人 但是这么硬的这种泡沫呢 有一个叫什么样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韧度不够 从我们的评分角度来说呢 还是说是称为后面是有型的保护泡沫的 但是的确它充当更多的是一个天冲物 但是只能说啊 说这个天冲物 这个天冲物实在太硬 这也是我们拆过这么多车里面 可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硬的一个材质 行 那这个呢是行程保护泡沫是有的 那它的后面的钢梁呢 它的厚度的仅仅是1.12 1.12呢跟大家也聊过 就基本上呢 从汽车行业里面来说 低于1.2毫米的话呢 就不能称为防照梁了 但是呢 它的结构是比上一代要好一些的 那上一代的话呢 就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宽啊 而这一代呢 大家看中央是有一个横梁 从结构上来说 这个防照梁是优于上一代的 但是从厚度来说呢 是要比上一代的要低一点 我还是给大家去展示别东西 后面的吸能盒是有的 同样的也是一个钢段材质 然后有相应的打孔 然后并且是可拆卸式的 当然前面呢 也是可拆卸式的 它的杠皮前后相对而言 都是比较软的 就是也是 轻轻一晃用 就是跳舞啊 就是会比较软 那还有一个指标呢 就是防照梁跟后尾箱啊 谁来保护谁 那还是非常明显的 防照梁呢 会更突出一些 也说呢 如果说发生这种低速碰撞的话 还是先撞梁 再撞后尾门啊 当时呢 刚才也是啊 跟网友聊天嘛 说是真的是有一些设计师啊 就是他真的是纯粹只是为了设计的 有一个防照梁 而有一个防照梁 因为有些防照梁呢 真的就看着后门 无论是3000也好 还是2000也好 这个防照梁呢 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你看 我只说证明自己有一个防照梁 知道我们之前碰见过 好多好多这种车啊 证明自己有这个防照梁 但是呢 它往往是忽略了 防照梁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行吧 那后门呢 也基本上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辆最新款的 2019款的天籁 那它的前后防照梁得分说的少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全新 2019款天籁的 前后防照梁得分 那前后防照梁呢 我现在的满分呢 还是61分 那在61分的情况下 那这辆车最后的得分呢 是35分 是一个中央靠上一点的成绩啊 当然说呢 刚才呢 已经所有的这个数值啊 都跟大家去聊过了 我们现在呢 还是要做下来去对比一下 上一代的天籁 在数值上面的一些差距 首先说一下前面的防照梁 那在上一代天籁呢 它的前面的防照梁的厚度呢 是4.7毫米 是要优于这一代的 这一代呢 仅仅是4.28毫米 但是呢 上一代的西冷盒的长度呢 是108 那这一代呢 是135 只能说 这一代的西冷盒的长度 是要比上一代要长 防照梁到水箱的距离呢 是113 那上一代呢 是98.43 总结来说呢 就是防照梁这一块啊 防照梁的厚度呢 本身是变薄了一些 但是新冷盒的长度 以及水箱的距离 都会有相应增加 而其他的部分 包括我刚才说的 主动式的进气格栅 还有变速箱散热器 这一块有相应的变化之外呢 其他的都跟上代一样了 好 这又是Furr这样的事啊 那现在呢 重点来了 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奇葩 以及有意思的东西 大家请跟我看 这里 这里面 在非常靠下的位置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金属的加强件 当时呢 刚才呢 也跟大家聊了 从防状梁这一块而言 它的确优势非常低的 它在我们的占比里面呢 只有62%多一些 只有62%多一些 那5分百分之 得到了一分 也跟大家聊了 说这一块呢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开车的碰撞来说 这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 是因为这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当然以至于呢 对于偏斜碰撞 它的成绩到底怎么样 我们一会再跟大家去说 我们先看下边的东西 这一个是一个加强件 首先它是非常聪明的 用了一个非常薄的金属钢的这种材质 去焊接而成的一个三角形 大家都知道啊 三角形 其实这个结构是很坚固的 大家看 这个是三角形 它推到这块来说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边是一个轴 这边是一个轴 这是一个面 这边是一个面 而这个面到最后会一直延伸到变速箱那块 而跟变速箱的距离仅仅就差这么多 仅仅就差这么多 首先说可以肯定的 这一个加强件 就是它在偏斜碰撞里面做的叫做硬式教育 说难听点就是叫做作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这一块是根本就撞不上的 只有在偏斜碰撞的时候 这一块才能用得上 所以说 真的 我们刚才去聊天 说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科技改变生活 您就这么科技改变生活吗 这一块也仅仅是在碰撞测试的时候 才能够用上 当时这也不是绝对 您要是真的是照一堵墙去撞的话 这块也可能是用上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大家看 这块位置是非常低的 如果这个车完全落地 因为我们这个车现在架起了 完全落了地以后也就是离地会这么高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你除了撞一堵墙 底上下边能撞到之外 你撞其他东西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撞到这个位置的 你说车撞车 您再找一个下面 天类撞天类 两边等卡上 这可能是有用的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车 是作于这种叫做硬式教育 当然我们也所谓看到过 这种硬式教育 比如说卡兰达 这它的防车梁后面是有一个大的铝钉 撞完了以后 这边也是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让这个车的车辆去偏斜 包括说沃尔沃 它也是这种做的 但是对于这种的形式 天类是第一个 这边是一个硬力强 撞上以后 这个时候车会发生轻微偏斜 这个时候它这个斜面就会产生作用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车在IHS偏斜碰撞的成绩是固的 是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成绩 但是我们实际看到 它的好的成绩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科技改变人生 您就这么改变人生 作为主持人不能骂脏话 但是我觉得太那个 真的太那个什么了 但是还要说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作弊也好 还是叫硬式教育也好 是两边都有的 的确之前我们看到沃尔沃也好 还是哈尔沃也好 只有一边 是因为早期的IHS碰撞的 只是碰撞一边的 现在都碰撞两边 所以说人家也聪明了 一边放一个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所以说这边后面直接连的是变动箱 那边后面直接连的是发动机 所以说这个劲儿撞大了以后 我们只能说现在是推侧 只能说推侧 如果说侧面撞了以后 您真是碰巧撞了一堵墙 直接撞到这个加强件了 如果说这个加强件后面 直接发生位移的话 它的三角形的顶端 可以直接撞到变速箱 这边是撞变速箱 那边是撞发动机 只能说我们推测 一定会对发动机或变速箱 发生更大的伤害 只能说看看 到时候哪块谁更接着 谁更接着就谁赢 好那说到碰撞 还是跟大家去说一下 这辆车在美国的一个碰撞的成绩 当然我们也是 给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毕竟美国产的车和国产的车 当然了我们希望这个是没有区别的 当然了这个成绩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好那么现在能跟大家去念一下 2019款尼桑的天籁 我们叫天籁 人家叫奥提马的成绩 在IHS碰撞里面 它得到的是Top Safety Peak的成绩 不是Peak加 Peak加就相当于五星加 而这个车是一个五星的这样一个标准 我是说相当于 按照人家严格来说 叫做Safety Peak这样一个成绩 从总的成绩来说 都是好的成绩 它是分为四档 一个是好 一个是可以接受 一个是中档 一个是破 一个是坏的 一个是这四档 其中从我表里面看 它是在灯光这一块 大象在灯光这一块 得的是尚可成绩 小重叠碰撞的时候 它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真的是有用的 它的人员这块都是没问题 但是它的结构和安全这一块 得到的是一个尚可的成绩 那关于侧面碰撞这块 同样是结构和安全这块 得到一个尚可的成绩 同时驾驶员的骨盆和腿 也得到一个尚可的成绩 也就是说是在侧面碰撞的时候 驾驶员的骨盆和腿 是有可能受到伤害的 当然再往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 灯的这一块 灯的这一块 它叫做整体评价 给了一个尚可的这样一个成绩 简单说我们从成绩这一块来说 还是非常优秀的 从人员这一块来说 也仅仅是侧面碰撞 驾驶员的骨盆和腿 会得到伤害 所以说这一块东西 功不可没 真的是科技改变人生 好 那今天的前后房的这块 就跟大家聊到这 明天是底盘的部分 那说到底盘部分呢 就跟大家再去看看 说这辆车 从这么看 的确跟上一代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底盘这一块呢 会不会超脱于上一代 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呢 以至于我们第三集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 非常奇葩 以及有意思的东西 好 那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大名画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 真话大名画 那我们这辆车 明天的底盘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